你知道我倫敦馬拉松準備穿著什麼樣的跑鞋上場嗎? 今天就剛好是我執行間歇訓練的日子 今天的目標是要執行一個1000公尺5趟的間歇訓練 哈囉這家,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現在距離我的倫敦馬拉松倒數最後的5周時間了 沒錯,最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在倒數最後的5周期間準備得如何 我自己回想相對於上一次在準備台北馬的過程 算是上一次的時間比較衝突一點 因為前面需要一段時間的恢復體能 所以其實在上一次的準備過程我覺得蠻辛苦的 那在這一次的里程啊,在前幾周 逐漸都可以比較快就累積到 大約一個禮拜60到80公里左右的里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身體恢復的狀況是蠻好的 但剛好我在3月中的期間有卡到一個自行車載 那這段期間其實有點小忙 然後所以這個禮拜比賽有稍微往下降 不然其實我的訓練計畫都是執行的蠻完整 那在現在進入最後5周的時間呢 我也要開始進入比較強度的週期訓練 所以在現在呢,我會開始加入一週兩次的間歇訓練 以及週末的長距離 今天的目標呢,是要執行一個1000公尺5趟的間歇訓練 那每趟呢,中間會休息2分鐘的時間 希望可以用大約是3分20左右的配數來完成我今天的課表 在上個週末呢,我也去參加了一場國道馬拉松 那在國道馬拉松的比賽過程當中 我原本去成是希望可以突破我個人最佳狀態 所以在一開始我是用四分整的配數來完成前半程 但這次的國道馬車風實在太大了 去成的過程當中幾乎都是大逆風 然後我前面一個大集團都跑3分45 我後面呢,就是四分整其實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在獨跑了大概30公里 我的心跳爆到190幾 但半馬的完成時間還是在89分20秒 所以我覺得以整體的狀況來說 目前半馬如果用90分的時間來完成的話 對我現在來講是不會太困難辛苦的 但如果要再往上推進的話 就蠻吃當天的平均比賽的狀態 所以在接下來幾次的長距離當中 我也會逐漸把我的比賽配數慢慢的往上堆疊 讓我的長距離也可以慢慢適應一下 比賽準備的這種配數 好啦,話不多說了 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練習 那在開始今天的間歇訓練之前 我也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的間歇好夥伴 沒錯,就是我手上的這雙 FZ-Dine Takumi Sen 第十代 這雙 Takumi Sen 第十代也是最近剛剛上市 非常的火燙 那這雙跑鞋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算是沒有這麼暴力的Pro3吧 它整體的設計還有搭配這個玻璃纖維柱 其實有些人如果覺得不太能駕馭Pro3的話 很多人會選用 Takumi Sen 來當作比賽用鞋 像最近大阪馬阿松奪冠的選手 就是穿著 Takumi Sen 來拿到大阪馬的冠軍 那這雙跑鞋也算是稍微沒有相對於Pro3這麼厚底 所以它整體在這種跑速度型的刻表 5K、10K或這樣的間歇訓練的話 會是更合適的一個選擇 OK,那我們就換上鞋子 準備開始跑今天的間歇訓練 補底的感覺 跑起來真的是蠻爽的 好啦,準備出發 3、2、1 Go 3、1 Go 2、1 Go 1 Go OK 第二趟 準備出發 有點喘啊 3 2 1 GO 好累 跑完了 1000公尺五趟 今天有點熱啊 沒有很好跑 總時間算是都有達到我自己的目標 配3分20左右 就是80秒 衣服都全濕了 今天的成績我覺得還可以 現在在週期已經倒數 算是巔峰期的階段 其實除了量的累積 還有長距離的堆疊之外 鍵氣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你要想像 像我的目標 可能還是可以在全馬 希望3小時上下完成 在這樣的成績情況下 其實速度要求也是蠻高的 因為均速要跑在4分15秒每公里 才可以在3小時內達成 4分15秒如果你的速度快縮機刺激不夠 再來是你的肌肉強度不夠高的話 如果都是比較低強度的漫長跑 對於你在跑快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負擔是比較明顯 第二個是用間歇訓練的目標 還有刺激第二個 就是當我們已經進入週期 算是過中後半段 你一直只做有氧的累積刺激 其實對於你的進步會開始 踏入一個高原期 就是進步開始變緩 曲線變慢 這個時候你就要透過 比較高強度的間歇訓練 刺激你的心扉耐力 可以再更往上堆疊 所以你想像 有氧力已經刺激到頂了 無氧間歇的部分就慢慢上來 這個時候還可以跟有氧在一起往上 對於成績表現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在你的訓練週期 或許在初期不一定要跑太多的間歇訓練 可以是短距離的速度型 200公尺這種 比這節奏跑就可以 但如果在比較後期 你已經到整個週期的中後半段 建議大家可以一個禮拜加入 一到兩次的間歇訓練 對於你如果平常都只累積有氧的話 一跑間歇就會很明顯有感的開始感覺 整個狀況是進步很有感覺的 對於你的訓練效果也會比較顯著的往上提升 成績突破當然是沒問題啦 OK 我已經跑完今天的課表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穿著這雙TAKUMI SEN D10代 大家看到影片的現在 也代表它已經上市了 這雙跑鞋從第八、第九、第十代 其實一路以來的評價都是還滿好的 那保底鞋在現在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少見的一個存在 那我覺得很久沒穿 還是可以有那種非常雀躍 而且駕馭起來非常舒服的那種靈巧感受 我在剛跑一千公尺五趟的過程當中 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這雙跑鞋帶來給我 很好的這種在側向轉向的時候很靈活的感覺 其實剛仔細看穿在腳上的時候 會覺得穿TAKUMI SEN的時候特別窄 代表這雙整雙TAKUMI SEN的設定 還是比較貼合腳背 然後整體操控性來講是比較輕巧的 而且整雙鞋不到200克 所以在跑速度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覺到很好的這個加速性 那第二個是它在鞋底的部分呢 這一次一樣是搭載了這個馬牌的大底 那它其實是有點仿PRO3的這種柯紋設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PRO3 以PRO3的鞋底來說 就是整塊都是黑色這種馬牌橡膠 可是它其實抓地力很好 看起來雖然沒有柯紋 很像光頭台 但超級指滑 抓地力超強 那可以看到像我手上這雙TAKUMI SEN 它一樣是在外側的 大部分跑者會落腳 第一個位置就是外側的地方 都加強了整條的這個馬牌輪胎的外側 所以整體抓地力表現是很好 那除了外側這邊做這種 比較像光頭台的設定之外呢 內側這邊也是用有 柯紋跟沒有柯紋交替的這種中底 來做一個前掌的這個設定 那在比較需要耐磨性的地方 做一點點加厚的狀態 那整體的這種感受上啊 抓地力表現其實是非常好 那這次在斜面部分一樣有做的升級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指非常透明 它也是非常透氣的網布斜面 那在中底的部分是雙層的Lightstrike Pro 那在下層的部分 有點像是盤撞凹槽的設計 那在中間呢 是搭載了Energy Ross 2.0 當然是玻璃纖維的材質 那在這種有點像紋箱柱的推進柱上面呢 中間上面再搭載了第二層的Lightstrike Pro 在這樣雙層夾擊 再加上這個推進感受上 其實整體的腳感啊 我覺得是非常靈巧的 大家可以看這個凹折程度就可以感受到 那再加上它的中底其實是比較輕薄 所以操控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靈活舒適的 對於5K 10K這種相對比較短的里程來說 穿著像這樣使用玻璃纖維柱的跑鞋來講 就算是比較靈巧 比較算短距離加速更適合的一個鞋款 所以這種跑鞋的定位啊 我個人會認為 如果你在跑5K 10K 或是像我剛剛做的間歇訓練 其實是非常適合駕馭的 那如果你在比半碼或全碼的賽事當中 再把它轉換成Pro3來使用 我會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 所以就要來跟大家公告 我在接下來 倫敦馬拉松準備穿著什麼樣的跑鞋來應戰 你知道我倫敦馬拉松準備穿著什麼樣的跑鞋上場嗎? 就是我手上的這雙 Adidas AD-Zero Adios Pro3 那這雙跑鞋算是這次 倫敦馬特別推出的限定配色 那這雙跑鞋比較特色的地方 它是在2017年肯亞的選手 Merry穿著Adidas的跑鞋 跑到倫敦馬的冠軍 那它的成績是2小時17分01 所以它在鞋墊上面也有特別秀上了它的完賽的成績 那比較特色的地方是兩側的鞋內側的部分 也有用這個完賽成績做了一個新的Logo 所以整體的這個圖像意識呢 都是比較這種深藍加上金色的搭配 那整體我覺得是非常低調 所以非常期待有穿著它 在這次倫敦馬拉松可以跑出什麼樣的好成績 那大家如果想跟我穿著一樣同款這雙倫敦馬限定配色的Pro3的話 現在全台灣的Adidas門市也已經上市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一定要去找 因為聽說數量真的不多啊 這次的Adidas也為了Adidas家族全家系列 推出了這個奧運限定配色 那這個奧運限定配色呢 整體也是呈現這種金黃的設計 也意味象徵著希望運動員在巴黎奧運前 可以得到最豐收的成績 所以這次全系列 從SL、Boston 到這雙Takumisen第四代 以及最頂級的Pro3 都有這樣的設計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配色的話 也要把握機會趕緊去入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訓練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會持續為了我們的倫敦馬繼續準備 也會持續跟大家更新我們最新的訓練狀況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喜歡這一集的Adidas相關產品的話 也記得趕緊點點下方資訊欄連結 到他們的網站或是實體門市四川看看囉 我是Jander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It's one unique, one special vibe